哎 我听了上期节目 听说那个小葵 相亲又失败了 哎呦是啊 我也听说了 而且你知道吗 节目一经播出 我国四千万的单身男士都沸腾了 觉得小葵怎么就找不到 就像自己那样的好男人呢 哎呦 可不是说呢 这人人都标榜自己是好男人 但是人人都说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啊 哎 希望小葵啊 把眼睛擦瞎了之前 能用实际行动 把他们的嘴都堵上 给他们留个耳朵 听节目 留个手指头 点订阅 留个面容 打赏付款 留个心思进群啊 就行了 瞧瞧你说的 真消极 咱得积极面对生活呀 不过听说有个节目 今天就有好男人来了 嘿嘿嘿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节目 什么节目 好男人是谁呀 欢迎收听 你的鬼花 我的点 好男人就是我 我就是 小伙子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鬼花风圆 我怎么这么开心 今天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 我就是马上要火了 但小狮 我就是 也是马上要火的娃娃 我太开心了 我真要出名了 我的天呀 就是我们刚才吃了一顿宝宝的饭 然后喝了一些宝宝的水 然后我还就是家庭妇女一样 迎接了一个进屋 那时候就摊在了沙发上的宝宝 又给他切水果 又给他洗杯子 然后玩玩弄着我们家的一切 跟我说我这是好吗 挺好的 那我们能说什么呢 对 真是这个看看今天我们请来的是谁呢 大家好 大家好 小伙子 各位 各位 这个葵花宝典的听众大家好 非常非常高兴 原来一直作为听众 在默默的收听 两位闺蜜的聊天 今天我作为嘉宾被邀请来 是吧 马上令这个录音室 彭毕生悔 不是 彭毕生悔 这个 这个我这历临 也不是 反正就很好 刚刚吃了小时做的炸酱面 我一会儿打算 你都给您装好了 太走 把酱装走 太好吃了 别吃得拿 太好吃 特别好 小佐了 冷静一下 我的塞就在上面挂着 没下来过 彭毕已经长得脑门 成小龙人了已经 这明明就是一顿胸 天哪 我这 真的就 我今儿刚听老老爷的节目 就是 你游泳的时候 上衣topless了 怎么办 把你的眼睛 你那可以带上 咱这提纲有用吗 我觉得 发现了吗 小伙子老师 已经就是切身的体验了 我们节目最大的特色 叫做 闲提纲没用 我手机已经吸屏了 来吧 来吧 跟着聊 跟着聊 真是太可怕了 首先 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介绍了 不用介绍小伙子老师 介绍一下 回华宝典 谁让你 谁也不知 咱们来这干嘛 要火来的 对 就是我们的 级流量的核心思想 就是这节目录完 我们得火 怎么火 说什么 我来介绍 但是呢 我听他们俩来聊 让我感觉 首先 我们的女生 闺蜜聊天 是这样的 听得津津有味 此外呢 我也会觉得 我相信 有很多的 我们的这些听众 大家其实日常生活中 也会有这样的 一个场景在 大家平时 没事周末 什么的 或者是每天 都没工作了 每天都凑在一起 聊大天 大家听到的时候 感觉我的生活 也是这样 对 连他们这样的人 也能录播客 不过如此 我觉得我的人生 也有希望 也有希望 看什么 好什么 我跟你说 咱俩刚才 我们俩今天 在聊这期之前 聊两期别的 后边会播 然后我们两个 就刚才真的是 认真分析了一下 在节目里 分析了我们俩的定位 就是日光派对的底线 我刚才用一个美化的语言 说了出来 太先虚 太先虚 底线不敢说 但至少 我在门口敲门的时候 没有人给我开门 就听里边这俩人 哈哈笑 我还发了微信 开门 师父 师父 特开心 跟他说 就是聊什么 行吗 我们这场寒暄 也是像结婚一样 结婚不这样 别再笑了 塞帮子都已经酸了 我们今天 我们当时得知 要跟活总聊 这期节目的时候 我们两个真的是 想破了头皮 基本上就不知道 要聊什么 然后我们两个的 核心思想 就是怎么能整死他 就想挖坑 因为他当时 跟我说了一句 就是特别让我们 想挖坑的话 就是你们聊什么都行 我就是王 对 然后我就觉得 那既然这样 那就请之入梦 我们就聊一期 情感和话题 太棒了 而且特别可怕 是当我拿到这个提纲 的时候 我真是 那倒吸一口凉气 说一声 说聊什么好男人 这东西 让我来 我说我就是好男人 我在节目里 说我有多好 就死都不知道 怎么死的 是吧 但是既然 我答应你们了 那就一定要来 是吧 而且今天我也保证 在节目里边 一定是 所有说的话 都是真话 大家都当真话听 怎么说 都是真话 绝对 绝对都是真的 然后一共就说 不超过三句话 从现在开始 已经说两句半了 我们为什么想聊 这个好男人 这个话题 其实是有一个渊源的 因为我们在群里 就是我们 其实认识活动 是我去年 那个做的一档 也不能一档 一部剧 然后我是他们的客户来 然后那个时候 我还是爸 不是 对 然后那个时候 我身边的几个小伙伴 就说 那我们也去听听吧 既然是要 就投放了一个节目 我投放完成 哎呀 他可太好了 他听说 离了 那还能见吗 我想拿爱的号码牌 这人真事 毫不夸张 然后 后面我们就在群里 征集了一下 我们俩到底要聊些什么 要合适 大家听说了这个嘉宾之后呢 就说 哎呦 能拿爱的号码牌 哎呦 我们就去 那就聊这个 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胡国总 哎呀 到底哪好 真是 我们就想知道 现在这个男性话题 其实我们两个 已经聊了很多期 类似于我相亲 我相亲失败 我把相亲失败人拉黑 第一期聊渣男 就我好像讲的全是关于男性 就是不好的那一年 对对对 直男癌啊什么的 就是在吐槽男生 你看 好 我就觉得于老是错 对 我跟你说 我看你俩就觉得在吭相声 我 而且你说你相声 最近有一巨火的票 现在应该已经播完了 因为这个 哎 没播完没播完 28集 坠序 看了吗 我那郭麒麟 对对对 我还没看 没看没看 是相声吗 不是相声 相声句 相声句 然后那个坠序呢 大弱 据说特别火 特别火 里边就是把这个 男德学院呀 捧上了高峰 我天啊 你听听名字 男德学院 真是 都不是女德 不是富德 是男德 那必须的 给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男德学院 主要的教学纲领 是一部叫做坠序经的东西 我给分享一下 这个是 先别再 嗯啊 我好了 这是我的活 不是 你听我说吗 听我说 好吗 我总坐旁边的时候 他在这 嗯啊 我就想说 以前咱俩录节目 我是不是都缺了太多的口 没接呀 我觉得捧的不够到位 哪可捧呢 接着说 接着说 我不捧了 我不捧了 没关系 更别 然后这个 难德里面 这个坠序经啊 就说 这个人啊 要上校父母亲 下交子女爱 可以 烹家窑 理应校内务 顾家有方法 爱妻无杂念 无是非之乱耳 无不良之德行 妻子远刨除 夫君扫听堂 妻子三甘起 丈夫包好汤 这 插一个广告 如果有这样的 难得的朋友 请联系 ingf1 找你啊 这是 太需要这样的男子了 哎呀 我的妈呀 对 我就觉得吧 就是 虽然很戏谑 但是吧 这样的好男人 到底他妈的哪儿找 骂上了 好 我牙切齿的 日盘能开脏口 可以 好嘞 因为我们是贴了脏标的 是 比你们还是差点 然后我们订了 这个节目的主题之后呢 我们就看了很多的 类似 视频 教你做好男人的 十个要素 教你做好女人的 十二个点 女人心目当中 好男人的标准 对对对 我的丈夫教会 我的十五件事 然后类似一大堆 就这种的 然后 里边就会有 如下的评论 而且因为我就是 很多是在YouTube上看的嘛 所以他的评论是 Every dude After watching This video Yeah That's me 这不就是说老子的吗 太臭不要脸了 太臭不要脸了 所以 我们就特别想知道啊 我们现在 咱们自常 这么local 这么接地气 吃炸炸面的生活里 每个人心中 好男人是什么样呢 我们呢 就给大家 分了六个维度 先玩一个小的游戏 我们给彼此心中的 这个好男人形象 打个分 一个是你觉得 你现在的这个 像娃娃姐 就老吴 你老公老吴 现在目前的分数 可以 一到五分 就是最低和最高 每一个维度一到五分 每一个维度一到五分 然后霍总就评价 自己现在的 然后我就评价一下 我的前男友可以 不然你评价一下 理想中 理想中肯定都五分 就是我们打两个分 一个是前男友 然后呢 不一定理想中都是五分 然后打第二遍分呢 就是给你理想中打一个 这样 可以 那这满分五分 一共六个 那就是三十分满分 是这意思吧 对 对 对 不是六个 三十分五万分 不是两遍 两遍六十分 不是那是凭俩人 你为什么亲口 胃口不小 小样的自古了 好吧 那我们就先打个分 然后那个 这六个维度 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分别是外在条件 就包括了 比如说样貌 财力 家庭背景 学识 学历 这些 全归在外在条件 它就是客观因素 就是你可以用量化标准去标的 第二个呢 脾气柄性 这个是你 就是比较内在的基因里面 带的一种习惯 这个是内在因素的一个维度 第三个呢 叫做事业能力 这个是你对待世界的这个观点 然后呢 第四个是安全感 这是你给别人的感官 第五个是同理心 是别人从你那儿得到的 或者你能站在别人角度上面 去给予的一个感受 最后一个是兴趣爱好 是两个人之间能够互动的一个点 就是你有什么样的兴趣好 我有什么样的 咱们俩可以together去做的一些事 基本上通过这几个维度 为什么要有这几个维度 是真的认真思考了的呀 你看猴子 你看我的脸 就好像这个大纲 我跟没参与过一样 不是跟没参与过 就是没参与过 我写第一版被pass了 好吧 咱这鸡姐妹是不是给她相亲了 我感觉 好家伙 咱俩就是坐标是吧 一个红手 没有问题 ingfre 又说一遍 别说大名得了 好嘞好嘞 行我就可以 那咱们顺序怎么办 你先打还是 要不然说每一项 大家轮着打 还是一下把这六项都打完 咱就每一项轮着打吧 这样大家都有发言的机会 有的聊 那您来主持 我现在 第一个外在条件 一到五分 从我这儿呢 三点五就够了 你要的不是那么多 对 因为每个人的起步呢 不一样 比如说我前男友呢 就是两分 你确定能到两分 两分还是有的 还是有的 一米八嘛 你见过是吧 他见过 你说的是哪一个呀 就那个 那个带出去的那个 带不出去那你可能没见过 就说剧场后台有见过那个 两分有吗 在他那两分 在我这儿没有 在我这儿不到两分 然后我一就希望的呢 就3.5其实就可以 这样 那娃娃呢 你觉得多少分 第一项 我觉得其实三分就够 那你老吴现在呢 老吴实际四分 哎呦 老吴又不听这节目 你干嘛 老吴是你老公 大家知道 老吴有四分 老吴有四分 那真不少了 但是他那一分 就是扣在他的个头上 就是我一米七 他一米七二 后来呢 我看了一个视频 就说据调查研究表明 就是一米七 富豪基本上都在 一米六 一米七左右 你看 我顿时就觉得 没问题 那一分老娘不要了 这样子 我还以为说 那一分老娘也得着了 四分就够 那活动呢 你觉得你 现在是一个 几分 我给自己打呀 那你给你的男朋友打 你给前男友打 也可以 那我必须要 这个就坦诚嘛 坦诚 我觉得我能有个三分 现在 我觉得我能有个三分 那你理想之中 还要往前进步吗 我觉得我要 理想情况的话 这个家庭背景这块 我说了不算 是吧 然后财力这块 得开运气 所以呢 我觉得我再努力努力吧 我可能也就能到 老吴这水平 能有个四分 我觉得对我来说 就可能都到天花板了 差不多 那看来这个 确实不是每个人 都非得要硬性的 这么那啥 外在条件 但是你知道吗 相亲网站上 就基本上 只截止到外在条件 就没有别的了 后面他 其他的条件因素什么 他是不会跟你说的 所以你去相亲网站上 找好男人 其实男 找男的其实可以 还能找不活的呢 那我觉得 这个分数 我认为 就是这个 真的能得五分的人 挺男的 挺男的 其实我在这个 外在条件里面 我只想重点说一样 就这个财力 就是我是发自内心的 不希望 不是说不希望他没有钱 就不希望自己去 嫁给那种什么富豪 豪门 就特别不想要 就对这个 我觉得挑战不了 因为豪门也不是 八道总算爱上我 那种 我不要 这有钱吧 其实我这是分两种情况 一个叫富一代 一个叫富二代 就比如说 有的人有钱 甚至家里有钱 是吧 他其实他自己 不是他自己争来的 对 那另外有人 他是通过自己的奋斗 或者有一个好的机缘 现在有了比较雄厚的 这个实力 那这两点来说 老吴是后者 你看 要不然老吴有四分 老吴也到不了雄厚 但是你能看到 他这个 对 他背也确实很厚 就是他的那种上进心 然后他那种事业心 和他的这个 你能看到他的智商 和他的头脑 这种东西 我就觉得 就是潜力 对 就是这样 所以他会是富一代 你看看 这女逼是黑的 万一要不是呢 你在这么大的台 给老吴理出来 我的天哪 把他逼上去 逼上 两天不能让他下来 太好了 虚实是 那可能其实 对于这个方面的 这种 我们觉得都差不多 差不多 其实好男人标准 就还凑凑过行 差不多 那我们看下一条 下一个 叫脾气比例性 这个脾气比例性 对我来讲 至少得有四分 我才觉得 是我心中的好男人 但是我的前男友 估计能到三 就不错了 他是一个 让人觉得非常 没有 也不能说没有上进心 是非常消极 对待生活的人 他没有什么 就是特别 就比如说 看我家里这么多书 我喜欢看哪个 他也不会说 我跟你一块 你看这挺好的 那咱们一起 进步进步 也不是 然后他特别想 比如说 他在他的专业领域 想进步了 他就是 我想要进步 没有了 斜迟到这 能说一下 能喊一口号 这么一个 你期望的是四分 但你的前任 是能到 最多最多到三分 因为他平时 对我是一个 非常好的人 就是把你照顾的 无微不至 他能无所不用其极的 对你好 但是你 为什么又说 皮饼姓扣一份呢 大家如果听 我们之前的节目 会知道 在他惹我生气的时候 我跟他说 你哄哄我吧 你送我一朵花 就可以了 他说不实惠 我怎么下巴的 惊掉了 你知道吗 那我送你个蛋糕吧 送花多不实惠啊 不是这么傻 答案都摆在你面前 一朵花 买啊 这又 对 而且还是转一天 你送我一朵花 人都说出来 也没想去试 是吧 比如说你是我给一朵花 不高兴 那换一个 对对对 你还得有这种成本 人都说我要一朵花 你都下单 你这 我爱卖你 一朵花太容易了 对 所以这个脾气饼姓呢 就扣在这儿 你知道你在说的时候 我一直在按照这个标准去卡 我觉得老吴现在这块 可能充其量也就2.5份吧 哎呦 那这是扣在哪了呢 这是 他有你前男友说的那句 我要学习 没有 但老吴还行啊 他不是事业闯的还可以吗 对啊 但是有的时候 我是很想让他去阅读这种 比如说这种整本的书籍啊 就是learning不是researching 对 但是他会看可能他觉得有用的 就是手机啊电子的最多 啊 是魔魔魔魔兽世界最新攻略啊 教你成功的十个方法啊 然后那个 包括有买基金的书 他有买基金的书啊 然后就是填了三年了 放在一页都没看 我十页黄的不行 四不浪迷住的这个专业投机原理啊 哎 什么道士理论啊 哎 是吧 什么那个蜡烛图啊 啊 剥线理论呢 哎 我真的不知道是 我都看过 我都看过 真事吗 都看过 赌票多少回忆 我都看过 我 那我 我理想中的也就3分 就对这个我没有 脾气秉性 那天天其实不算脾气好的内容 那天天跟你吵架不行吗 也行 他是不是天天跟我吵架呀 吵得不过他呀 你不是开玩笑吗 哇 老公可会气人了 哦 是吗 那就是会气人 说明他了解你 对 他很了解 他不了解你 他没法气到你 对 所以他比我了解他 要更了解我 就是吵架的奥义 在哪 我教大家一招 嗯 什么叫吵架 吵架不是要在逻辑上 说服对方 嗯 是要在心理上摧毁对方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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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一看就有实战经验 而且是百炼成钢那种 好男人在 他活动这 我先剪一份 偷偷的钱剪一份 我都在帮你 我都在帮你 但是我们俩刚好就在于 谁也没有办法摧毁谁 你看 真的就是硬钢的那种 但是呢 就是好就好在 他只是 是真的是对事 但有的时候会上升到人身吧 好像又不是 又不是会特别往心里去 但他不属于脾气 我是急 他是一般事情 他不会跟你急 但是如果到了他觉得 他很在意的事情的时候 他就会 坚持 对对对 就是你但万一说离婚 他立刻就跪下那种 这个他不会 他不会 他也不会有那种过分 当然他也不会像前男友说 我说哎呀 我生气了你哄我买个花什么的 因为我本身不喜欢花 哎 就是我就浪费不实惠 我是你 我是你前男友的这种想法 你知道吗 买个蛋糕呗 老公不会送礼物 连我过生日 我都会跟他说千万去给我买蛋糕 我不想他还是会买蛋糕 那我就像你那样直接拍钱不是罢了吗 对 对 我跟你讲就是给 他就说有一天我就拿钱拍你脸上 用钱砸死你 我觉得我最开心 你看看就这样 所以没有对这方面我跟你比我没有那么高的那种 我是比较允许他可以按照他自己的那个 活动呢 给自己打分 那这块我必须要给自己打 我就打五分 真的假的 我觉得我非常擅长 或者是说 我首先我的性格还是大家听节目也能听到 其实是真实 真实生活中我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我会 我也不会退 我很难生气 我也不太容易被冒犯 然后 你的情绪也不是那种激烈性的 我非常稳定 我情绪非常稳定 然后我也能够感受到 别人的状态 就是比如说你想要什么东西 我大概能知道 比如说他想要什么 他想要什么 我觉得就是 给别人想要的东西 是一个特别好的事 就比如说你对人好 你不能说 你比如我喜欢摇控车 然后我送你一辆摇控车 很多人是这样去给别人好的 但是这摇控车是你喜欢的 不是人家喜欢的 你给别人没有意义 对 所以你要真想让别人开心 你就让你一定要首先了解他 然后去给到他他想要的东西 投其所好 我觉得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 另外一方面 其实我会觉得 有一个品质是我自己 比如说你让我去看别人 我会觉得有一个品质 是特别特别可贵的品质 就是面对问题的勇气 因为有很多 就是生活里 他一定会有很多的问题 需要大家去解决 小到一个灯泡换一下 大到一个生活的路径的抉择 职业的选择 所有的这些东西 面对这些东西 有没有勇气 去面对他 然后想办法去解决他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可贵的一点 对 你要让我给别人来说 我如果看到别人 实际上有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会觉得 我这个人非常非常广 我不太喜欢那种 见事都躲的那种 那种状态 但是这个是需要 自己去加油的 也不是说人人天生就这样 是吧 你知道我有 就是活动在说的时候 我有种什么感觉 就是感受到 他的那种包容力 你就会觉得 在他那 你的情绪是软着陆 他会包裹着 你知道我是什么 然后好舒服的感觉 对 你知道吗 一会打五分 实至名归 我觉得如果能做到这样 就是实至名归 我相信 就是如果作为他的另一半的话 我觉得整个 我觉得女生的情绪 也会逐渐的稳定下来 我跟你说 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排队 拿着爱的号码排 你看 嫁人就嫁小伙 我马上 我已经掉坑里了 很难往上爬 真的 想问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 从孙子 聊到猪九龙 对啊 太可怕了 然后回到 我给别人打分 那我会觉得 怎么着 我特别看中这个 我就怎么着 有四分 才是我觉得 我认为不错的 脾气领袖 占这么大 对我会觉得 就是一个人的性格 会决定你很多事情 你如何和别人交往 你如何 甚至你如何 如何看待自己 对 你如何 因为你能够 真实的看待自己 你才会有 有时候看到自己 哪做的不好 改变的这种动力 要不然你会 总会觉得自己 蛮不错的 你会觉得自己不错 你就不想去改变了 别人说 你觉得 我听着对 我觉得你说的对 我觉得你说的 跟我想的不一样 我觉得你瞎说 那这个人 他永远就变成 同样的样子 对 是吧 自我认知 对 自我认知 也是一个挺重要的事 所以这块 我非常看重 好嘞 那我们这个高 你俩这个 打分要求 都是挺高的 这个我也挺高的 然后下一个 下一个叫 试验能力 在这个方面上 我的前男友 说了好听一点 一点五 然后 还好他不听咱的节目 不是 他听了 他过年给我发微信 一年就一共发两条微信 一次去买一次 都也不咱 两条微信 一个生日快乐 一个是过年 过年今年的事 祝你新年快乐 葵花越来越好 还这么竹子竹句的写上 绝对是挺好 其实我真的 其实对他还是挺好感的 就而且我再说一个 就刚才你说脾气饼庆那一块 你给他打分 我已经忘了是2.5 但我觉得他可能也是我不太了解 对于我一个外人来看 我觉得至少有3.5到4分 你看看 就他对你的那种顺从 但是不是说一味的顺从 这就是好 但是至少我觉得是这样 但是可能给你的感受 因为毕竟是关上门 自己过自己的 对 没用给到你想要的 有可能 试验能力肯定是1.5 不能再多了 是 这个我了解 对 他跟他共过室 所以有所了解 行 那你说你先说你那个 理想中 理想中 试验能力 我觉得在3.5到4 中间都可以 差不多这意思 因为不需要特别好 我还是觉得一个人 试验能力哪怕再好 他很多东西跟你的能力没关系 跟运气是有关系的 所以哪怕试验能力再强 再怎么样 我今年比如说打车的时候 就很多网约车司机 他原来可能是一个巨大的公司的创业 老总 然后疫情一过了 就变成了一个负债几百万 大几百万的这样的一个老板 每天只靠着开网约车 然后还债 然后过日子 这种脚踏实地的能力 比你的事业能力 其实就是你的脾气柄性的那一项 要比你现在到底是做了总监 总经理 还是什么哪个趴 就是强太多了 重要太多了 所以也不能没有 你还是得有能够往前 就像你刚才说老吴的那个潜力 还是要有的 但是不需要那么多 足够你脚踏实地过日子就够了 我就必须给五分 老吴是五分 我理想中也是五分 你看 我就这一项 就你说到这 我就觉得真的 每个人价值观完全不一样 特别不一样 就好鲜明 但我就对这一样要求特别高 就是你是五分 老吴也的确是五分 不管是从他的潜力 还是我看到的他的能力来讲 就是五分 就我觉得作为一个创业的人 他也在创业 从头脑 到智商 到整合的能力 就很多的这种维度 几乎在我看来 当然我没创过业 但是在我看来 就是他让我非常崇拜 这个好 就我觉得 真棒 我老公真优秀 再难的是 他有一种认劲 非常能坚持 因为创业 就是我觉得人不管做任何事情 坚持很重要 哪怕是你可能有负债 但是你会再坚持 他让我看到了 这么很可贵的一种品质 而且是 你就会觉得 不管外面发生什么呀 他都能够去面对 他都能够去扛起来 他是有担当的 然后能力也够 头脑也够 那只要运气到了 那就这样 就一定会成功 所以就是五分 吃了满满的狗粮 饱不饱 特别吵 冲着什么 我想说一点老吴吧 好嘞 我先给自己打 我觉得我能有个四分吧 差不多 他能办到现在 那必须的 四分都是千区 我们言计就是十分 这太空气了 你就是agency 贵点了要开始是吗 受不了你 回归 还行吧 因为我人比较好胜 上次做好胜吗 我觉得是从事体育运动的 常常有这个习惯的 经济体育 我比较好胜 我不太能够接受失败 所以你看 活动的外在很儒雅 温文尔雅 然后内在确实有一个 非常暗自较劲 伤生是天蝎吗 我都不知道 我们俩有这个能力 一会儿别让他走 我都不知道 不是天蝎不让走 我是 没有可能是摩羯 有可能 我的天 因为我是 的确跟从小 从事竞技体育 有很大关系 而且也不是说 因为从事了经济体育 而我变成这样 而是因为我本身就好胜 所以我愿意从事经济体育 如果没有比赛的话 对我来说就没有乐趣 有比赛我才会感觉到乐趣 没有比赛就没有乐趣 这完全不一样 我但凡一这事 但凡说这个要跟别人比了 我巨难受 我就喜欢踏踏实实玩我自己 你就掉不起那个兴奋劲 但是我觉得我就紧张活动来说会兴奋 对比如我踢球的话 如果这场比赛 大家又踢着玩 无所谓 反正内部训练 谁输谁赢 没关系 我就不想踢了 我就想坐着了 但是一旦说 今天能有个比分 谁输谁赢 那我就很兴奋 说的买水 立刻就去了 对 我想我又看到活动上 另外一个特质 就是这么说 就人间的很多东西 对他来说就是游戏 但这个游戏 他要玩的很好 就这种感觉 实际上他的 就是可能他的这个维度的东西 会高 略高 而且他会这样俯视这个 你知道我脑海里的画面是什么吗 女王气兵 那个女的躺在床上 想象天花板下棋的 对 你看到吗 我超喜欢 我也超喜欢 就是那个 就是替换脸 然后 虽然那个剧情 没有我们以前看那些剧的那种 跌宕 对 没有 你总在一起 但是他就是很牛逼 横着 横强不爽吗 你这样 对对对 不爽 我就超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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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智商你 然后他要玩 要玩的很好 对 然后比如说 你要你要 比如说我什么也没有打五分 一方面当然 有你们说所谓谦虚的成分 对 当然我还会觉得有一件事 特别重要 就是当你把所有的东西 都做到好的时候 你的确是要依靠运气的 对 你的确是要依靠运气的 这个运气有可能在一瞬间让你行也可以让你不行 你踢球你可能踢了 我有时候一场比赛我踢四个门竹 你就是没有运气 你就是要输 你今天可能就是要输掉这场比赛 那没办法 他赶到你面前了 那有时候你做事也是 就比如说这次这事办成了 你很多时候你最后去总结 你会发现其实还缺了一个环节 这个环节是什么 就是运气 没有运气可能就是做不成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就四分吧 我希望那个一分运气分能够离我近一点 我的做法是我离他近一点 太近了 这叫什么 输了比赛赢了自己 我倒是 你去 你就要去追逐运气 有一点不想把我的炸炸面 酱给他了 别 炸炸面特别好 但是说回来 如果说你让我去 觉得我心目中一个挺好的人 奶奶不是五分吗 不是不是不是 我觉得有了一两分就够了 好男人吗 这个能力这么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因为如果咱们把所谓的事业 狭义的定义为工作的话 我会认为 在所谓的工作的状态里面 这种 我不把它当作能力 是一种欲望 有很多人他不喜欢工作的状态 对 那他不喜欢工作状态 不代表他不是一个挺不错的人 对 甚至咱们再说的极端一点 有可能有的人 一生下来 一生就不用工作 那他会不会 那他就一定不是一个不错的人吗 不一定 对 我觉得如果说 我觉得如果说有一个人 生下来一辈子 意识无疑 过得很快乐 那我 我真的从内心角度 替他高兴 真的 我真的会这么想 我这点认同 我觉得工作是为了生意迫不得已 对 需要工作 当然也有人 从工作中得到巨大的乐趣 我工作 我人生没有意义 也有这样的人 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这不是说 决定他是不是一个好能够 是这样的 所以说在我这儿如何打分的话 我觉得有个两分足够了 理解了 这维度很丰满一下 我跟你讲 为什么我们刚才没有说这么好 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 我不知道谁找到这种人 我不是 我不是 我干嘛 我这卖力气录音 一个礼拜 刚好给切 我还租房住呢 活在我身边都是 可以买别墅的人 没有 介绍给小事 别提别墅 好家伙 相亲不成 卖个房也行 好嘞 太可怕了 我这个实验能力 我要给自己打我就5分去 下一题 下一题是安全感 这个安全感呢 我觉得应该是你 就是大家俩是女生嘛 就站在女生的角度是 别人给我们的安全感的重要性 我觉得我的前男友给我的安全感是5分 但是我觉得一个好男人能够给我的安全感 我理想中的这个安全感 三分就够了 在我的概念里 安全感是我们给我们自己的 他给我多少 为什么我觉得我的前男友能给我5分 就是我知道他一定不会做错事情 不会出轨 不会有任何 他没有这个能力 干这个事 也不是 因为你能感受到他每天 我知道 我知道 他是非常喜欢你的 他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情 他撑死了 就是告诉你 我在外面加班的时候 其实是在跟哥们喝酒 极限了 两点回家极限了 别的事做不出来 但是呢 把我上杠了 我要上两期的 这么入的 蹲杠上 不是 一说到安全感 这样比较有安全感 对 要指吗 我有手指 还有十指 我跟你说 我们家有长面的枪 我总没办法 这枪带走 枪不要了 我们是一部大型生活 连续 定位奔了 能不能给我一点安全感 我们接着说 接着说 那个瞬间 真的恶心 能活动 哎呀 我天 我家伙 然后安全感 这个事吧 但是我觉得就是 理想中的人 我安全感三分就够了 就是因为我自己 现在已经给我足够的安全感了 如果有一个陌生人 或者是哪怕是我喜欢 他也喜欢我的人 闯进了我的生活 他只会把我的安全感 往下降 反而不会给我 我要再给他 很长的时间 去磨合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安全感 反而对我来说 是一种侵略行为 所以我给他一个三分 那么他只要能给我一个及格线 那我们两个从这个及格线 往上磨合 有空间 就可以了 聊得太开心了 我真的特别有意思 你来 你来 老吴给我的安全感是五分 然后我理想中的安全感 也得是五分 这样 是因为这跟我以前的经历有关系 在遇到老吴之前的屡次情感经历当中 可能是 一个是我觉得运气 再一个就是 我其实也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导致我都是属于被劈腿 或者是被 就是被骗的那一个 对 那就造成了我曾经严重的心理问题 然后渐渐就会意识到 就是你就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你就会带着 他是不是在骗我 总是怀疑 但是我跟老吴认识之后 恰恰是 我觉得他就是特别招女人喜欢 用现在词角 就叫海王吧 海王 不是海王 就是海王 那是女生说的是吧 海王 听着我还以为是青岛什么特产 也像 然后就是 但是他给了我满满的这个安全感 所以把我那个安全感缺失的这个部分 就慢慢慢慢治愈了 跟他这工作特别忙是不是有关系 我觉得是跟他让你工作特别忙有关系 就是他属于那种走哪 就是走媳妇 就是带着 然后去哪就是说什么 他不撒谎 他不骗我 然后屡次验证 我说是这样的 慢慢慢慢 好像我曾经受伤的那个部分 又被治愈了 这太好了 这个太好了 这个非常幸福 但是如果你问我 理想说我还是五分 因为我觉得 我在这方面的防御能力没有那么强 你需要这东西 我需要 活动呢 说心里话 这个问题 我可能都不是特别清楚 那你觉得你给别人的安全感 是多少 我觉得我可能也就 三分吧 这么低 为什么出轨了 三分都没有 三分可以了 因为 因为我不太清楚 就是我的行为 给到对方安全感 我应该做点什么 其实我不太知道 这个是不是很多男生 都在想的问题 我到底做什么 才能给这个女生安全感 对 我真的 我真的说心里话 我不太知道 而且就是 怎么说呢 因为 你要让我真的说 站在一个女性的视角 来看这个问题的话 我都不太能站在那个位置上 去看这个 可能你会觉得 有的时候女生 就是太小题大做 或者是怎么 为什么会有这种要求 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 你得不到表达 就是说 是这样 就比如说 在我以往的情感经历里面 大家都会去聊一些问题 但是很少你能听到 对方跟你说 说你让我感觉到 没有安全感 这种表达不太有 不太有 所以就是 我就不知道 我有没有给对方安全感 而且你也不知道 哪种行为 在表达他缺失安全感的 对 不知道 比如说夺命连环靠 你怎么现在没给我回微信 你上个礼拜到底 到底干什么去了 就在去这样 对 这个我特想知道 你跟头发一车撞乱了 就是什么样的行为来 就是表示对方 其实已经不太有安全感了 他会 因为他是一定会表达 还是说会不表达 还是会表达 会表达 从女孩的问题当中 其实就能感受 你是不是藏不住 问的是什么呢 大概 就比如说 非常 哪怕到小事 像我的三男友 七点跟我说 晚上七点跟我说 我晚上不回来吃饭了 晚上喝个酒去 我说行 十点了 我说洗洗睡了 给他发微信 我要洗洗洗睡了 你几点回来 没回 然后十一点的时候 我说我已经开完什么门了 你到底几点回来 给不给你留门 这个时候说 别等了 两点的时候 我势必会给他打电话 你压到底 他妈的几点回来 这个就是安全感 这个其实是潜在感情 我也知道 他不可能干别的事 他也不会怎么样 但是我就觉得 这个好像是缺失了一块块 这是至于我来讲 缺失一块块 但是当 我也不是只有一个前男友 有的前男友 我也知道 他就是出去批队了 但我知道他出去劈腿了的那一刻 我反而不会从他身上再去获得 就是索取这个安全感 我反而觉得 那既然这样 那就这样吧 这就我个人是这样的 你是会放过自己 但我不会放过自己 就是那种 我说的是更内在的东西 当然刚才小师说的那个 比如发短信啊 打电话这些 我肯定有过 甚至呢 因为以前那种不好的经历 你会更严重 对 会有夺命连环call 比如说会问你在哪 你跟谁在一起 你怎么又怎么怎么着 就是这种的 你会见不到他 然后内在的 你会感觉到明显的心悸和心慌 对对对 没有办法入睡 就闭上眼睛 就开始想他干嘛去了 他跟谁在一起 你会不停的被这种问题 所清晰和困扰 对 而且这个不是只有情感关系上面 包括对这个人的不了解 你突然有一天发现 他做的工作 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 哪怕他 比如说他是做翻译的 那你会 你的认知里翻译是这条线 他的实际做的 可能是另外一条线 跟你产生了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时候 你会怀疑自己 我是不是对他这个人 其他方面认知也有问题 而且 就是一种隐 对 就是他身边出现 每一个你没有见过 不了解的陌生女性 或者男性 你都会去怀疑 哦 这样啊 你会想说 这个女的干嘛的 什么来历 什么来头 你看我现在就不 就是出现一个 我都问都懒得问 就是因为 老吴给我安全 就是他可能会主动 告诉我 这个女的干嘛干嘛 然后我说 就不想知道了 但以前不是这样的 你越没有答案的时候 他是想说 已经知道这个答案 就想我睡吧 对吧 就算了 但如果他主动给你 跟你说 说我现在在干嘛了 比如说我现在失恋了 喝酒了 实际也能我快结束了 反正如果他主动跟你讲 你会觉得他说的是真的吗 如果被我识破过一次 我就不会再相信了 对 女生的地流感特别的强 哪怕不识破 我就知道 这个挺好玩的 他绝对是 怎么样 那我想一下 我的生活里 好像没有这样的场景 就是我好像不太会 那说明你三分低了 你给自己打三分低了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而且就是说实话 就是我原来 这个挺有气 就原来比如说 我上学的时候 你看很多人 家长就会打电话 就是叫喊 说你回家什么之类的 我爸妈从来不给我打电话 然后导致我 我都会觉得 他们是不是不关心我 你们为什么不问问我 是不是都不是亲生的 就我在上大学 我在上海 然后我爸妈在北京 我不给他们打电话 他们一个电话都不过打 从来不理我 就是一个放心的孩子 所以我就 有的时候 我都会有点伤心 你知道吗 我有时候 我主动打电话给他们 然后聊点有的没的 然后有时候 实在忍不住了 我说为什么 你们怎么也不关心关心 我问问我过得怎么样 然后我妈说我忙着呢 说我跟你二姨打八将 你别说了 你赶紧挂了 就是有时候就 哎呦 我挺难过 所以就是我自己本身 就回归到我个人吧 咱们说说男性视角 对于这安全感 这东西的看法 我吧 就我只能代表我自己 因为我回来 大家其实特别不一样 对 我的话 我基本上 不太会去怀疑别人 就比如说 别人说什么 你信什么 对 就是你跟我说什么什么 我说就 好我知道了 然后我不会去想说 他现在在哪 或者怎么样 然后这件事 我可能觉得 我不是特别在意 他现在在干嘛 那这个你打三分就对了 女生会在这点 你都不关心我吗 我说我出去跟姐妹烫头 你就觉得我在烫头吗 是啊 是吧 你为什么不关心我 烫了什么颜色 几点回来 我饿不饿 我跟你说有些女的就这样 我觉得这就是矫情的 有点超杠 很多姑娘这样 对这方面我没有 咱俩没有 但很多女生是有的 我是知道有这样女生存在的 所以你看 我这个 这番做的很不好 大家就不要认为 我这特别好的 我这很不好 对别人关心不够 是吧 我一开始认为 我妈对我关心不够 后来发现 我跟她们好像也有点像 对 我可能也会 不太会主动的去问 在这方面 是不是稍微顿感一点 会有一些 我觉得 会有一些 就是觉得 我先过好我自己 你也先过好你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那活动如果说 假设 你的另一半欺骗你了 他跟你说了 他说你在干嘛干嘛 但实际他并没有说 你在干嘛 那你知道 然后你会怎么着呢 接下来就是 你还会再 比如说他以后 你再问他 他再跟你说 你还会相信他吗 还是说怎么样 我觉得我都 上升不到相信这个程度 就是说 比如说我问你一个句话 你说你在干嘛 你跟我说在干嘛 然后这事就结束了 然后是还是不是 我觉得都不重要 就是和不是 我觉得都不是很重要 就是如果是的话 那就是说明 你在干什么告诉我了 如果不是的话 我觉得你有你的理由吧 你不愿意跟我说真话 那说明他一定有理由 所以如果是发生了 比如说原则性 你不能接受的原则性的问题 那就分手 你就直接分手 也换给他什么机会 就你既然跟你骗过了 那就 我又知道了 那是这样 如果是有这样的话 那就分手就完了 就没有必要解释了 就是我不太想知道 你看 细节 逻辑是什么 就是说你为什么骗 我觉得这个不重要 因为他一定有他的道理 就是他既然选择欺骗你 一定是因为 要么 我如果跟你说真话了 你可能会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那可能是 我们相处之间的模式出了问题 另外一方面就是 我就是不想告诉你 那你就 那我怎么办呢 所以你不会接受别人 就是对方给你的解释的理由 是我是好心 因为我还在乎你 所以我骗你 你不接受这种理由 我不接受这个 我不接受这个 我觉得就是 所有的理由都不重要 只有事儿是重要 这个可以 你又别了 而且这个理由 也可能是假的 有什么意义呢 对了 突然我要举行号码牌 嫁人就嫁小伙子 你保护说你给我 感觉是好睿智的一个男人 又抱有包 又可以举 我的天哪 那理想中的呢 理想中的打分呢 就是安全感的话 无所谓 就比如说你要让我说 站在女生角度打分 我真的打不出来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打 你要从我这个角度来打分的话 我觉得就零分都没问题 我不需要这东西 天哪 我不需要这东西 我觉得我只看真实的结果 这就是王 我跟你讲的 结果和做法是什么 太王了 王者的发言 什么也没有 我真心话 我腿肠 王者话 真心话 真心话 网告吧 就给点费用 贴不下家用 都王者网都打出来了 而且我觉得就是 我现在真的会有这样一个想法 你说这一个人吧 就活一辈子吧 挺不容易的 然后呢 大家做点自己想做的事吧 还遮遮掩掩的 我觉得特累 然后我会觉得就是 如果你真的想做这个事 我其实是支持的 我是支持你做你想做的事情的 哪怕这件事情是 伤害 是伤害 就哪怕这件事是说 劈腿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如果你能在这边得到快乐 那我觉得也是好事 然后你就去做就是了 然后那结果就是我们 结果就是我们 就是你愿意做这个事 那我就 那我们就分手 你去做就是了 所以你不会在道德上去扎着他 对对 我觉得这不涉及道德 这个我也不会 我觉得这不涉及道德 那我就不 我就一定会在道德上去扎着 就我觉得 你可以直接分手 然后去跟我说完 然后你再去 是可以 但你不要说同时 就是你懂吗 他就是一边站着你 他又站着你 他又站着他 同时第四五个 这个我简直就要崩溃了 这不行 我认真讲 我觉得道德是用来自我约束的 是 就约束 对 但如果你两个人在一起 我觉得这个是有同等 就是我能做到 其实处理方式我们是一样的 对吧 对 对 处理方式一样 我不会特别生气 我不会特别生气 那我真的是伤到自己的情绪 好吧 好吧 你这点处理的方式 我不够巧妙 不不不 不够上 没有智慧 不不不 这个真的因人而异的 因为就是在这方面我顿感 但是你看 就比如说 两个人在这里 相眼互吹了 这不是彩虹屁夸的书吗 特别好 不是 我认真讲 但是你看我在意的事情 我也特别在意 就比如说 我刚刚聊到那个 胜负输赢什么这些东西 我输了以后 我几天睡不着觉 生气 我特别生气 我会因为特别小的一件事 而特别奋斗 那你生气的表现是 别人自己跟自己较劲 下个赢回来 很健康的形态 下个赢回来 对 可以可以 要是我输了 然后我特别在意 会是下次弄死他 我今天得弄死他 不是赢回来 是把对方消灭 没有对手了 你看我 逗了 我怎么这么笨 为什么今天表现的不好 然后会删字眼吧 有这样的 有这样的 我见到过 我就觉得 是我自己的问题 然后是我 不是 不管是有没有经历 或者就反正会自责 恨 你对比我好阴暗 下一题吧 太逗了 下一点 这个是同理心 同理心就是 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 替对方思考 就是你这个 我觉得在两性关系中 或者是情感关系中 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的前男友 就这一项 可以称之为一分 我理想中的人 在这一项上 至少要四分以上 因为我觉得 如果一个人 有足够的智慧 他就是能够 替对方去着想 特别是在两个人的关系中 这是一个巨大的根基 如果你都不能替对方去着想 他是不是今天 就比如说我们女生大姨骂了 为什么讨厌听多喝热水 我就是不想要一个万能答案 我真的不想要一个万能答案 你没有站在我的这个角度 你给我订一个奶茶也好 哪怕是订一个任何贴个暖宝宝都行 你就说宝宝关系 就是我给你摸摸都可以 多喝热水就去死 你说到这 我想起曾经我大学同学 早眼期有一男的 你多会吗 女孩肚子疼 然后他说 好你把电话关到震动上 咱俩挂了 我打给你 你不要接 他说我用那个手机震动 按摩你的肚子 帮你按摩肚子 我的妈呀 天哪 蓝蓝的套路太会了吧 哎呀 起鸡皮疙瘩吗 嗯 小着点 小着点 真不成 学不了 这种 那玩玩你呢 就是对同理心 同理心 我要求就是3.5分吧 3.5分 就理想3.5分 老吴5分 哇 那么厉害 但是我的要求不是在这种 日常琐事上 这个我觉得他可以忽略点 就没关系 但是在同理心的大事上 比如说对待双方父母的这个事情上 就是因为我妈这次长病的事情 让我看到仿佛 他像我爸爸妈妈的儿子一样 哎呀 我就觉得这人我嫁对了 嗯 然后我爸爸妈妈也对了 我就是贩不绝口 跑忙前跑后开车 没有一句怨言 甚至他会反过来教育我 说你不能跟爸爸妈妈这样说话 因为有时候我会有情绪嘛 就在那个瞬间爆发了很多事情 他就会开导我 然后站在我爸爸妈妈的角度 同时也会站在我的角度 帮助我处理这些事情 哎呀 所以我就觉得是他很成熟 在这一方面他很成熟 真的 真的特别好 因为现在我的一个特别好的朋友 他今年过年的时候 就跟他的男朋友大吵一架 原因非常的简单 去谁们家过年 他的男朋友就 就是非常传统的 就觉得你就应该大年初一 回到我们家给我爸妈磕头 这个就是 他传统是传统 我的那个朋友是个女生 他就会就站在他的角度说 我知道你是怎么样的 但是我们确实 我也是独生子女 大家都是独生子女 为什么你的爸妈是爸妈 我的爸妈就不是爸妈 他说你就是嫁给我了 那你就就得怎么样 现在80后 这种很多 其实蛮常见的 现在80后好多独生子女 都会为这种事情 炒过头 是 但我还好 我们俩就 劳艳分 不是 没有这方面 各自过年 这挺好的 我现在身边很多朋友也是这样 就是怎么着都行 老吴他也像一起过 但是两边的朋友 他就觉得怎么着都行 而且双方父母 也都很同情达理 我觉得有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一个人自己的生活 还是要自己说了算 你不能说你的生活 还是父母说了算 那这事就不行了 对吧 还是要做主自己的生活 我这么讲 我先告诉你分 我觉得我同理心 我可能能打三分 但你会觉得分有点低 是吧 然后我为什么这么讲 其实是这样 我觉得我最近这些年 因为最近我才了解 同理心这些东西 它其实挺复杂的 我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 我认为一个非常完整的同理心 是你能够感受到 别人感受到的情绪 对 你能够感受到这件事 他比如说 我现在生病肚子疼 你甚至能感觉到疼 对吧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真的是一个同理心 共情的能力 我觉得在这方面 我真的不是那么强 就比如说 别人说他身体不舒服什么的 很疼什么的 然后我可能 不会感觉到很痛苦 我不会感觉到很痛苦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有两个方面造成的 一方面就是说 就是不愉快 或者很疼这件事 对我来说 不是什么大事 因为我经常到处疼 所以我 就皮肉不值钱 就我不太在乎 疼就疼呗 我不太在乎这个 所以因为这些东西 带来的负面的情绪 对我来说 它也不构成负面情绪 干扰不了 对 所以就是我如果说 深切的体会到 别人的那种痛苦 我不是特别行 我甚至会觉得 在这方面 我有点顿感 因为我自己 没有这样的情感 我可能会缺失 某一部分的评断 因为我没有 所以我必须要承认 很多的那种痛苦 我感受不到 那比如说 社会新闻那种呢 就是比如说 血淋淋的 对 红沙案 肢解 什么侵略这个 侵略那个 你会有感觉吗 我有时候就会觉得 愤怒 给我转换成的 情绪 仅仅是愤怒 对 情绪是愤怒 而不是有多痛苦 我们俩的感受 我们今天下午还聊呢 我们的感受 就非常的多元 对 就很复杂 我跟大家聊过这个问题 如果说单纯 从这个角来讲 我可能连三分都到不了 但是为什么 我给我自己 打一个三分 我是会觉得 可能是这些年 我有了一些进步 就是这些年 因为我可能是 生活圈子变大了 见了更多的人 我真的能够说 明白 我能明白 别人是怎么想的 我能够明白 就是 我都不 就是有的时候 其实你会带着 先日为主的观点 原来是去看待对方 或者你们聊的东西 你就会觉得 哇 这都不掉事 你说这都什么 然后但是现在 我会觉得说 既然你说是 那就一定是 对 我现在有这样的一种心态 就你能看见 听见别人 对 你说是 他一定就是 对 我说的都不算话 你说是 他肯定是 比如说 比如说今天 咱们一起走到大街上 你也穿个游泳服 我也穿个游泳服 但是小时说 我感觉特别冷 那我觉得 就是冷 肯定冷 毫无疑问 虽然我穿游泳服 我觉得不冷 但他说冷 这事有什么可争辩的 那就一定是了 对吧 对于我而言 就是我当别人 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 其实我第一个想的事 是什么 我是我特想帮你把这事给解决了 哦 哎 一个永远都在想解决方案的男人 但是女生不需要你解决 对 你发现没 他只需要你感受他的感受 对 这个很重要 就是我现在 所以我现在有的时候 听到大家来讲这个事的时候 我会压抑自己 想去解决问题的这个冲动 对 但我觉得我跟你是合适的 因为我是的 如果我要说实际上 就是你要帮我解决 我不是那种 只是在表达情绪 不是这样的 对 所以我现在 我现在有的时候 我是这样 我还是个女的 对 然后说实话 就是有的时候 我说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样的 比如你说那多喝热水 对 我都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哎 真的 我在就刚才说那个多喝热水 这个我自己不知道多喝热水吗 就是 女生的解决方案多了去了 所以我不需要你说多喝热水 我只需要你安慰我 然后比如说 我特逗 比如说你要跟我说 说哎呀 什么我现在胃特疼 我现在内心的想法 你说我想说一句什么话吗 那想必一定很疼 哎呦 我现在已经不会再说 我胃疼 现在赶紧打120 然后上医院什么的 找个大夫 要不要怎么弄 什么的 我觉得这话 我现在可以不说了 但是呢 你让我说是一个特别温暖的话 我也不会 我也不太会 小米你现在已经特别疼 你就先疼着吧 我也不太会 那就是就算了 所以我听到这样的话 说你知道 我的内心是特别紧张的 我怕说错话 我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就特别紧张 我就只能发表情 我只能发表情 比如说你说特疼 然后我给发个哭 行吗 就还是发个什么 这个时候教你啊 先发摸摸 摸摸头的那个 然后发一个抱抱 哎呀 有一个猴抱猴的那个 好值得 活动很值得 然后呢 说你在哪儿 然后给你快递一杯热饮 四步解决这个问题 哎呀 太厉害了 我能理解 因为老吴也跟我反馈过 对 他说我知道 你现在说这个 我说什么都是错 然后他就现在学会了 就特紧张 不说话 他不说话 对 他说我不说 我至少不会错 对 你说个嗯都不对啊 对啊 你说什么都不对 就我特紧张 不说也不对 你们是夫妻时间长了 长了 刚相处绝对不能不说 我都这样 我都告诉你不舒服了 你竟然不说话 你就是不关心我 你不关心我 就是不爱我 咱俩不合适分手吧 然后猪尿这段 不会说的 只会说那分了吧 你分钟之后分了吧 我觉得我 我自己分打高了 那你理想中呢 我先说 我给我自己打零分吧 我真不太行 这个 这块我的确 这是不太行 不太行 我理想中啊 我理想中 男生 同理心 我觉得 怎么也得有个两分 别跟我似的 我觉得我真的是太差了 就是这方面 我觉得怎么也得有两分吧 对 我总的不想说表情是什么 太难了 真的太难了 我真的就劝各位女生一句 就是 不是作 就是如果你真的只是单纯 需要一个安慰 你说你 就是我们还是用这个 来大姨妈 肚子疼的例子 就是这个例子 你就说我来大姨妈 我肚子疼的 你能安慰一下我吗 你能报告我吗 你就加上这句话 不会死人的 就把需求直接明确的提出来 对 不要让男生去猜 对 你就会得到安慰了 就是你去一个巨大的百货商店 说你给我选一个称心如意的礼物 然后啪拍起来的屁股 然后去 他根本就迷失在海洋里了 死亡了 对 不可能的 对 就是 哎呀 这那 我这女生好恐怖 说我一身汗 好紧张 下一条 最后一条 最后一条 心虚爱好 在这里 这是一样的爱好 还是说得有 就是我 对 因为我先说我的这个个人的个例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我的前男友在心虚爱好上是零粉 没有 啥没有 他最大的爱好可能是储蓄 他是银行通过的 前男友在这方面没什么安占 是帮人储蓄 会员 最喜欢就是抠着你存钱 然后还被他的妈妈拿去P2P了 我一样 这个有点惨 对 所以就是兴趣爱好 我觉得是你能够找到一件 你觉得喜欢干的事 并一直持续做下去的能力 对于我来讲 像我的前男友 他就没有这个能力 我带他去体验过 哗哗世界 但是他并没有找到其中的任何一项 他会觉得 哦 不就是看个书吗 不就是看个剧吗 他是一个非常消极的态度 去对待生活 对 因为你的工作非常有可能不是你的爱好 不是你的兴趣 那你的生活是靠什么在持续的 靠每天过日子三个字的话 你后面呢 你能看到往后余生一眼到头的那个景象 你就觉得这个生命没有意义 你就不会再想去跟他一起去体会那个 已经你一眼看到头的人生 所以对于我来讲 兴趣爱好在我这 至少要到四分以上 甚至是五分 这是我最看重的一个点 一个男生如果有他的一项兴趣爱好 他对生活是积极的 充满爱的 他会爱一个东西 他就会爱你 急了 你看 好破气 没有 跟机关枪似的 对 请问您那儿有无声机关枪吗 我有无声手雷 我给你带消音器算了 哎呦太好了 听得非常的明白 而且一定是真心话 对吧 太真心了 我认真了 我刚才前面的一些条都是铺垫 噔噔噔噔噔 娃娃呢 老吴的评分我给他是五分 哦 他是不仅兴趣爱好广泛 而且特别能坚持 就像他做的爱踢足球 嗯 只要跟足球相关的 呃 实况 啊 啊 然后 足人经理 对 足高 然后整个这种的 然后他会为了足球 去做一个跟足球相关的事业 太厉害了 就是这样的 太帅了 他喜欢音乐 他就把音乐做成事业 听着有点熟啊 喜欢这些东西啊 对 然后刚才也很能坚持了 爱玩的 你就看不信条要太多了 真好 国际相亲 相亲 围棋 羽毛球 乒乓球 篮球 一米七二都来打篮球 只吃游泳 就这个 我的天 一个人的奥运会 他除了不爱 你要说他不爱读书 他就说 我怎么不爱读书啊 就是反正我觉得 他除了阅读这方面 量比较少之外 就现在可能也比较忙 别的现在太广泛了 哦 这跟忙不忙没关系 就是不爱阅读 对 但我恰恰就是 在兴趣爱好这方面 没有要求 哦 就我觉得 他有的时候这种太多了 就给我造成困扰了 你知道吗 明白 我觉得有个 两三样就可以了 没有也没关系 对 没有 会挣钱 OK的 我也不会觉得生活 多么无聊 要不然他给你钱 我打分挺高的 能储蓄 也不错 你说你 你别多挣钱 你别乱花钱也挺好 对 咱俩过 真不走 谁跟你过这 我跟你现在过 你多往吴过去 行 你去往这 对 对 所以 两分吧 你像我可能就比较爱拼图 我就会 拼图就完事了 哎呦 我脑袋疼 那是抓你 对我不会有别的 所以你不爱拼图是吗 哎呦 我看那拼图 我就是想逃跑 所以你看我这种性格 别人都会觉得 我一定是什么天天玩夜变 但我其实就爱坐在那拼图 就是放点歌 打坐念经 打坐念经 这是我的爱好 你会跟拼图聊天吗 我会有的时候出幻觉 自己跟自己聊 我会 我会跟我们家 很多东西聊天 你知道他多可怕吗 他在那边 我说话 我们家每个娃娃 是有名字 我会 我走的时候 会跟他们道别 回来跟他们说话 哎呦你别说了 我就可害怕这种了 因为我不玩儿聊娃娃 我的枕头都会有名字 我们家电器都有名字 一会儿可以给你 一煮一煮一煮 哎呦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真棒 完了 神奇玄梦 我跟你讲播出去 我就找不着那框框了 我给你撒几个表情包 给你撒俩猴 俩猴也给起名 你说 他爱玩儿确认 对 对对对 这方面有要求 OK 那博龙呢 你有要求吗 我性气爱 我觉得这肯定得五分 哦 你对 首先说我自己 你五分 那我 你也是广泛 我是这样的人 相当广泛 就是广泛且持久 对吗 非常持久 所以你看优秀男生 持久 优秀男生都持久 嗨 好嘞 highlight 对 我是这样的人 就是包括什么 像你刚才你说 什么足球音乐 什么的 我当然 想一想 现在你俩认识 你看我受这么重的伤 我现在还在踢球 是吧 就你很难 你很难拒绝他 就是这个东西 对我来说 是每天生活的动力 我觉得 这个很 你收藏球衣吗 哦 不收藏球衣 老吴收藏球衣 特意找C罗 给他签的名 这么帅 油文的那个 要跑去黄马 看C罗训练 喜欢C罗是吧 具喜欢 C罗真棒 我也喜欢C罗 然后喜欢什么 曼联 喜欢曼联 什么的 我不懂 对他们在英国待十年 就这样 特意买机票 他是为了 在英国看球 所以去英国读的书 我非常能理解 我觉得这很正常 就应该这么做 但是我能理解 应该这么做 然后你要不让我对我所谓的这个觉得是个好男人的这个我也得达五分 就是你得你有这种程度我才觉得我才觉得好 对就是我很难和没有行业爱好的人建立友谊 没得了 我会觉得大家不是一路人 对 大家觉得不是一路人 对对对 当然我承认在我的生活里面 我见过很多人没有什么兴趣爱好的 也蛮多的 也蛮多的 非常多 对 我不能说人家不好 这我必须 我不是那个说了一个特圆化的话 我不能说人家不好 但是我觉得至少 跟我不是一路人 对 跟我不是一路人 我会信 我身边的朋友们 一定是有那种就就巨大的兴趣爱好的人 才能跟我走的比较近 是 对 我也比较欣赏这样的人 对 这一盘呢 我跟你没办法凑对 你看 没关系 不用愣凑 后面还排得很多 对吧 而且我打都是男生的分 我也没跟你打分 你看我对我自己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你知道吗 为了配上小活动 你就为了把自己的号榜先提提 天哪 对真的 我们问到了这些 想要拿后面牌的人 我们也会就是探奇原因 为何 他们都会觉得说 因为我总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人 然后是 就是那种 很多事都知道 很多事都有那么 就觉得 生活阅历 对 很有趣 百科全书 是经历倒是有一点 主要是这些年的经历比较多 对 之前三十岁以前 其实特讨厌的一人 是吗 的确 我今天非常想去看看 那你看完之后 你可能说 这人太讨厌 这人算不是我前男友 这个人有资格做我的前男友 对 这个说的好 这个人有资格做我的前男友 我跟你说 我连储蓄的还有都没有 特别爱乱花钱 只想买别书 我感觉 这六个维度 我们已经聊了快俩钟头 一个小时 一个多小时 非常好 非常重 我们现在是不是要总结一个最终的分数了 是吧 我也没记 很重要 说完算了 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的 为什么要不拍 我太喜欢了 我觉得特别好 我们为什么要不拍 还好 铁儿脸的还说这几分那几分 太好了 没有意义 分数是在每个人的心中的 你们听完了 你们会去家 我们替你做这一部书 没有你们自己没听得很认真 你要真的想去拿铁马牌 自己做功课 这个时候就是简约真爱的时刻了 评论区刷起来 每个人都多少分 你可太刁钻了 不是 这也太牛了 我觉得这特别好 把工作交给那些真正有需求的人 不好吗 太帅了 好吧 我们其实聊了这么多 其实能看见大家价值观心理上面 对好男人这个词认知是完全不一样 三个人的三个样子 完全不一样 特别不一样 特别 而且就是表达了很多 为什么 就每个人都有一些不理解 甚至不了解的部分 对 这个时候 但是今天活动讲的 让我觉得我更了解我老公一点 是吧 就是了解直男一点 然后我就觉得 好像有水平的男人 他之所以 因为我老公有的时候你的两口子他不会跟你产出他自己是什么样 对 或者说我为什么会这么说 有的时候偶尔就开开玩笑就带过了 但是您今天说的 我就想说 你看我老公怪不得被我大那么多 他其实是在让着我 这样一种感觉 就是让出小孩吃粑子 男的跟你一般见 我觉得他其实好男人 然后在刚才我们这个话题中也看到了男生对女生有很多的不理解 还有什么不理解的一次问个够 所以你说小课堂开始 说实话 就是说 这个问题 我一时间可能有点想不太出来 但是我特别想跟大家阐述一件事 就是说因为 我知道有很多时候大家去描述所谓直男 有时候有时候也是半开玩笑 也不是那么认真 说你们直男什么怎么样 甚至说就像大家说 你什么什么做的人他就是这样 大家不是说他一定是 只是一种表达的方式 对 但是我会觉得 可能真的有一些朋友 真当真了 是真的会认为直男都是这样 或者或者怎么怎么样 会有一些朋友可能真当真了 对 然后我其实在这 我特别想提这个我们这个 直男发生 男性的这同胞 来讲几句话 我觉得就是 大家其实每一个人都挺不一样 都挺不一样 对 然后就是用这个性别取向 来区隔这个各个人吧 有点不忍耐 有点伍多 是 性别取向这四个字怎么丢 感觉有时把那个玩意偏了 性相 然后就是 我说回来 其实刚刚比如刚刚咱们聊了很多 各个维度什么的 然后我自己 现在就是 比如我对自己的要求 我会觉得有一件事我特别特别在乎 就是我特别怕自己下错误的判断给别人 任何人 任何人 因为是这样 就是有的时候大家交往 认识一个新人 无论工作还是谈感情 第一印象特别的深 比如我见的人第一印象会给别人留一个很深的印象 因为我第一次见他 我脑里就有一个印象 但是这个第一印象往往是不准确的 首音效应 对 我会觉得就是说 这个第一印象这个事吧 大家真的别太往心里去 因为很多人 你看他是这样 实际上他不是这样的一个人 然后你给他下了这么一个武断的定论之后 你用这种方式来判断他 甚至去诈着他 这事特别不公平 特别不好 就是我现在对我自己要求 就是说 我千万不要用第一印象来评判别人 甚至有很多人 比如说有的人吧 看起来挺没礼貌的 说话不好听 但是呢 你就因为他说话不好听 而就直接把这人pass了 有时候就觉得有点遗憾 然后也有的人呢 有点自大 就是我举例子 因为很多人看高松的节目 你会觉得高松的人牛轰的 他有什么可牛的 有很多时候就因为你说话这个样子 我就不爱看你的节目 我就讨厌你这样的人 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个时候 真的受损失的是你啊 因为他就算是一个说话牛轰的人 他里边也有一些真知若见 值得大家去聆听 是吧 他虽然有很多话说的是瞎说的 但是也有很多东西说的是对的 对 那我觉得在这样的过程中 如果你真的是用一个标准 把这个人也排除了 把那个人也排除了 把很多人都排除在外 你身边留下的人 都是你看着顺眼的人 这就是所谓的三观和 你知道吗 三观和这件事 不是因为大家三观对 而是三观一样 所以你就 因为他三观跟你一样 你说咱们这人三观真正 不是 他不是正 是因为他跟你想的一样 你觉得他是正的 你就敢说你是对的 你就敢说自己是对的 所以在这个层面 有时候我真的会 留很多的余地 给别人 所以在和大家交往的过程中 我也希望就是 能够留一些余地 给到别人 让对别人宽容一点 所以就不会有特别多这种 按照自己这种硬性的要求 说希望别人去改变 对 包括对女生也是这样 我现在其实对大家没要求 我对 就是很多时候 就是说心里话 我觉得我对别人没有要求 你是什么样子 都可以 所以那你对 比如说对自己这一半 也没有要求 那肯定是有要求 那肯定是有要求的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就 就不在这儿聊了 这大坑花的 我差一步就掉进去了 我这阴导在这儿等待 我觉得你这儿 炸了一只鸟 把菜汤涌附铁 有时候其实 我跟你说心里话 有时候有点难过的 有时候人家一说 说你们直男逗逗 什么什么样 我其实听到这些话的时候 我心里会有点难过的 真的会有一点的 对 因为有的时候你会觉得 会有打击到吗 会觉得 就我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这样说我 那你会期待 就是说这句话的这个人 改变他的想法吗 我觉得他改变不了 但是你会难过 我会有点难过 因为是这样 就是我不是说 他改变他的想法 而是他没有办法收回这个 就是覆水难收 你都说出来了 你没法收回去了 别人听见了 听见了 我觉得就是 有时候是不是有一点点伤害 我觉得 洪总说的话 就让我开始自责和内疚 没有了 但是 我的想法 我就开始在思考 怎么去反驳他 我就开始自责和内疚 你知道我刚想说什么 你说就是 当然这可能有点上价值 没事 我觉得到上价值的点了 就是作为主播 其实有的时候 虽然咱俩在聊这种天 但是有的时候 有些话 可能说者无益 听者有信 也许它并不代表 我们真实的观点 或者是说 真的是这样的 也许没有经过 深思熟 有的时候 它只是一个气氛 对吧 但是也有可能 甚至是开玩笑 但别人会当真的听 但实际上 在我们处理自己的生活当中 包括交朋友 接人待物 它并不会是这样 所以你刚才讲的那个 我就想说 我是不是可能曾经 因为我自己说的话 有伤害到别人 就这种事情 会让我觉得 那就包括 会误导别人 这个可能会让我 就会有打一个问号 但是我觉得一定有 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对 然后呢 谁都是 我肯定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那就得改正 我肯定有这样的情况 但这样呢 就会很累 对 你得说话之前 你得想 你得琢磨琢磨 对 然后呢 这个气氛 你还得兼顾 就是此类的一堆东西吧 我的想法 反过他 对 反过 我的想法可能非常不成熟 就是你刚才说 就是要给别人更大的空间 然后比如说叫高晓松的力 我听他就是不熟 但他里面有真真着见 但是真知着见 这些东西 就比如说他 说了某一个历史 知识吧 知识 就这个知识 我有一万种道路 去获得这个知识 我为什么要选一条 我自己不舒服的 也有道理 我就像我现在 因为为什么我有这个感受 就是我现在在相亲 我的那个环境里 你真的可以看到 巨多形形色色的人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你跟他坐下来的时候 我可能是因为 我本身这个性格的原因 所以很容易就跟别人聊起来了 以访谈的形式 DFC路易米 然后出个Vlog 随时随地 收集习菜 你说吧 你说吧 你多说点 你路易米 在这儿 亮着蓝灯 然后你会听到他很多的各种各样的看法 有的是真的会很冒犯你的 我们前面有录过一期节目 就说到我拉黑了一个人 他只是说了一个一句话 这句话叫做女人 不生孩子的女人 就不是完整的人 我的妈呀 我是当面拉黑她的 就这种话 你这个是一个极端了 他说这种话 他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了 真的吗 对吧 但是就是这个 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情境 这可能是极端 但是有很多话 就是你知道他好吗 他是好 他是好人 你知道他是一个正常的人吗 他是正常的人 他只是在他的世界观里面 就是很正常 我能够抽离出来 像你那个角度 但就是让我不舒服 明白 我为什么要去找 我觉得我现在 现在这个状态 和我这个年纪 遇见的事 以及我原来经历过的各种 可能是心理上的各种问题吧 就导致我现在 我舒服这件事 是最重要的 这个是 这个是 这我认同 就没有比这个更重要 我可以给别人空间 但这个空间就势必 导致了他一定是远距离的空间 他单凡要跟我离得比较近 他一定要让我舒服 这个特别重要 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 就是人与人的相处 我觉得不是必须的 对 就不是说大家遇见的每一个人 大家都要走得很近 或者我们维持一种所谓表面的和平 对 这不是必须的 甚至我觉得都不太需要 很多时候大家同时生活在同样的一个世界里边 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关联 这事很正常 对 我们之间有的一些关联 这才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大家真的能够走得很近 那就是更小更小的概率了 对吧 对我觉得所以就是也不必强求说一定要跟所有人都有一种完美的融洽的这种 对 一定要求什么和谐 对对对对 相处的关系 我刚刚来讲那些那些话其实完全是出于自私的程度 是因为就是我我为什么要说给别人留一空间 是因为我不想失去每一个能够学到东西的机会 对 我希望我能够最大限度的得到我自己所欠缺的部分 让我变得更好 我做这件事不是为了让别人变得更好 而是为了让我变得更好 对 所以我才愿意付出这样的一些努力 然后去得到我想得到的那些东西 对 对对对所以这个这个不是说我要让你有多舒服 对他可能也不舒服他可能也不愿意走近你 对我觉得什么东西是让别人舒服 我觉得幽默是让别人舒服的东西 就是幽默的这个东西 它是一种付出 它不是说就我我我我我说个话 我可以说的不用吗 我把意思表达完了就完了 你听你听明白不就完事了吗 但是我为什么要说的那么逗让你开心 是因为我想让你开心 对我要是不想让你开心我就不那么说了 对吧 我觉得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一种付出 对 那相较而言我会觉得 哎呀就是所谓好人这个概念 我觉得这东西都 它很难讲 它很难说 好人有更多的时候是别人给你一标签 然后他甚至是别人给你一个锁链 烫在你身上 你真是一好人 发一张卡 发以后啥事啥坏事都不能做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真的有 所以你不想要这张好男人卡 我觉得要不要都无所谓 愿意给就给 就是你给不给我跟我都没啥关系 哦 我自己好我自己知道 哦 就是 我自己不知道多喝热水吗 我就真的 这期节目录完之后 那所有拿牌的人都走了 哎呀 我轻松的不少 轻松的不少 这俩俩还是太嫩了 零了零了 还是没逗得过老炮啊 我跟你讲 这就是鬼王之王 我的天啊 太可怕了 真的不过确实说的很对 因为我们两个的角度都是女性的视角 很难从男性的视角去分析 或者是就是很客观的认识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不一样 就是我觉得呀 真的就是男女有别这件事 我是认同的 嗯 无论从身体结构 还是大家的思维模式 真的是不太一样 对 真的是不太一样 当然了 思维模式不仅仅取决于你的先天的生理的状态 也有后天的环境 家庭的教育 所有的社会的这些东西都会给大家带来一些认知上的不一样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小的时候 就是不被允许哭的 你只要一哭 你会得到家人的贺视和周围所有人的嘲笑 所以我现在就不会哭 再难过的时候 我就很难就很难哭出来 特别难 不太会 就不太会 那你这方面的情绪表达 其实是没办法满足的 踢足球 通过让别人哭 就是我的负面的情绪 有的时候是通过身体上带来的那些痛苦 去消解的 就是我不太会 有时候我真的挺难过想哭 我都不太会 这些年好一点 今天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上了一定年纪了 眼泪有时候还能流着出来 前些年有时候多难过的事情也哭不出来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社会给大家带来的东西 当然我不是说一个男的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有多大 因为相比较男性而言 其实女生在社会中被约束和被灌输的 你应该这样做的东西更多 对 对吧 哪怕从坐姿上都有要求 我们俩就不行 我们俩就不行 真的我小的时候就看女生 因为女生穿裙子嘛 两腿拼得很紧 然后大家坐在那 然后我还去学过女生那么做 我会觉得我也这样做事一说 我发现好累啊 相当 对啊 就我觉得我觉得特别累 我觉得就是你是在用力 它不是一个舒 它不是舒适的状态 我原来以为女生 好看的都是别扭的 我原来以为女生天生就会那么做 后来发现不是 人家都是在努力才做成现在这样 对对对 这你发现真的是有时候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现在真的还蛮能理解 身边有一些朋友 大家说对于说这个女性的 一些很多的话题 情绪很激动什么的 有的时候我都觉得 更多的时候 大家要的不是说 我真的要得到什么东西 我只是委屈 对 这番言论就是好男人才会说的言论 对吧 我只是觉得委屈 您还说您没同理心 这太有同理心了 但你说你胃疼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对对 其实我们这期聊的还挺多的 但是聊了很多就这样 做这种各种维度 咔咔一顿分析 其实跟网上那些什么十条教你好男人 五条教你好女人 都是一些特别标签上性的东西 我天你还说这样呢 别提了 我那个就是有些新闻客户端 有时候他就会推送一些特别奇奇怪怪的 那些文章什么的 就是之前我在那个什么结婚节目里边跟大家说过 我说给我推很多视频 什么什么一开始给我推这个那后来给我推什么早市 早市逛逛逛早市 到年纪了 后来逛了 然后就更进一步给我推什么逛狗市 然后狗市完了给我推什么狗贩子 然后就是什么收稿什么 我说这个新闻他怎么给 后来最近我发现一个办法能够应对他了 就是当他出现一个你真感情愿的东西 你就点击看 对 你看完之后你再往上滑 然后他还是那个东西 最近我那手下推的全是全黄酒吧 我的抖音在我一个小时的调调之下 现在只给我推张云磊和特别说 我说真是什么满庭的东西跟肺部相关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说回来我就会觉得 现在因为我们所处这样的一个互联 移动互联网的时代 大家你的阅读的习惯 你的购物的习惯 你所有的习惯都会被数据所统计 然后你被这些数据所统计之后 你就会被这种同质化的同一类型的新闻不断的轰炸 然后因为有的时候 大家看到了一些让自己不舒服的东西 然后因为你看了他 他反而一直给你推 他会让你一直看你觉得不舒服的东西 他不停的告诉你身边还有这样的人 身边还有那样事 然后你就会觉得 哇塞这世界完蛋了 这世界就是一个一泡屎 就是一个垃圾 有的时候我真的会觉得 当你把手机关上 你真的走到大街上的时候 你会发现那胡同口的大妈 还是在买元宵派大店 你会觉得现实的生活跟互联网的生活 是有很大的割裂的 我并不是说在现实生活里 就没有那些让大家不愉快的事情 但是我会觉得 如果大家真的能够走出去 找到那些让自己快乐的东西 那可能你真的能快乐一点 对 这个其实是我们两个做这个节目 最开始聊第一期的那个主题 叫情感扁平化 我们每天都在面对手机 把自己变成一个你的整个情绪 然后人的所有的情感关系 变成一个纸片了 你只能看到这一个面的东西 真的特别不好 是 哎呀 竟然上价值上到这儿 我跟你讲 你不是说那个是这样啊 本身我不想说这个的 但是你说呢 咱们这节目能不能 来点的什么硬核的 来点有深度的 上上价值 我就给你来一段 我教的你啊 怎么做不可 这就算啊 这就算做播客 咱俩也卖狗去 我跟你讲 看 说说说说 哪敢说这样的大话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今天这一期节目的预告就是 这个问题我想一下啊 让我想五分钟 这段就是我告诉你 怎么做 今天我来 我喂妈来 这个坑还行吗 太行了 不过我现在我访过劲来吧 那个炸酱我还是要带走 我就不蹲了 对 说什么说什么 炸酱是真好吃 下次吃打骨面 好嘞好嘞好嘞 行吧 我们这期节目其实聊得挺甘心 最后给大家 我有一句话其实挺想 挺想分享给大家的 一开始 一开始我们不是说 定这期节目的时候 我们上youtube看好多视频嘛 就各种各样的 然后那句话就是 you this me的那个 是最开始的评论 然后我其实发现 更有一条更中肯的 我比较喜欢的评论 给大家分享一下 他的英文是这样说的 他说 If you are with the right person All these qualities comes naturally 当你跟一个就是 对的人在一起的时候 所有你想要的那些 好的优质的这些点 这些tips 自然而然它就会到来的 不要去强求 他一定是个什么样的人 也不要强求 你一定得是一个什么样 去配合别人的人 对 他自然而然会找到 那个契合的一个点呢 命中注定了很多事情 对 这个right person 就是那个good man 太好了 这价值还行吗 祝福你 加假本 不是 大家想知道 就是 更多的这些 跟right person 和就是我旁边这个 感兴趣的right person 相关的 就关注葵花宝点 顾通通的 微信费关账号 对 然后点赞 订阅我们的节目 在各大一边平台上面 给我们打赏 评论 转发进群 加主观 NJFR一一音 然后他拉你进群 成为我们空中的闺蜜 做我们每一个 都在活跃着的葵花 这两个人 怎么笑成这样 说的怎么这么瘦啊 就这一段 每次都是我说的 四十多期节目 全是说 节目一遍 中二遍 后一遍 最后我说一句 国家宝典 是我们日韩公园 喜下的日光派对 我们联盟的成员 然后我今天特别开心 能够做客这个节目 其实说实际上 我之前从来没想过 我如何加入到 一个闺蜜聊天的 这个状态里 我会觉得我不属于 这个世界 然后今天我来了以后 我会发现 果然不属于 不是 我今天来以后发现 非常幸福 非常幸福 让我见到了一个 不一样的世界 就我觉得对我来说 也特别的有收获 对 也就特别好 特别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两位 也希望大家都 积极的来收听 订阅 口洋宝典 然后小时候做炸鸡面 特别好吃 好吧 那今天我们节目 都录到这里了 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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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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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过有你问我 角度配搭当好 恋爱的指数 谁败定測度 缘分中计算都 输得云数 那种不得 官决无奴 如何亦不讨好 原谅你我错过 各自怀孔 谁料到 也有最高分数 终于分中计算都 将你变负搭当好 前几日的内部 平日国道 从前复苏 吉星叛道 仰望成都 过去说我好好好好 今天不听到 为求同我能力 迎走遍你没哭到 兜兜转转你 你我女也牵缺震头 我说算你飘躁也好 不申认重 这次屈是好好好好 风光的分数 明媚似乎三尽唤 一切又恨好 兜兜主持你 你我我人吧 要爱我 永远要你观众 叫好我定能做到 恋爱的正常 谁来定赤道 缘分总计算都 思及云数 那感觉百般的努力 如何亦不讨好 然后你我错过 作致怀抱 谁了到 也有最高分数 保证这一幅 曾带着冰套 送得到你的怀抱 天啊国道 曾前赴首 急声攀道 仰望青露 过去说我好好好 天天的听到 为教动我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